因應全球暖化以及極端氣候的影響 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出 智慧生態社區示範計畫 在整體開發地區導入智慧運用 以及生態環境 打造一居永續城市的領航 同時也舉辦展覽 讓民眾了解智慧化科技的運用 可是大家如果玩過寶可夢 大家都會發現 那個寶可夢你的那個人 會跑來跑去 為什麼 因為它的衛星定位 我們手機的應用 是一個低階的定位 它沒有辦法定位到那麼準 它的誤差值簡單講 至少十公尺以上 最大的如果狀況不好的時候 可能會達到一百公尺 但是我們實質上 我們許多的產業的需求 還有我們市政的服務 如果在這麼大的定位進度下 是不足以需求的 所以我們就是開始思考 我們如何發展 我們台北市的整個 中高精度定位的一個服務網 所以我們在104年開始 就規劃建制整個台北市 衛星定位的基準網 同時為了達到資訊整合 將會在智慧城市展 推出服務聯網地震雲 以及地震硬件比對系統 藉由系統整並達到資訊公開的目標 民眾若進行不動產交易時 可以同步看到不動產標附近的 土地使用資訊 免除個別查詢的困擾 另外在陽明山的部分 因為內政部也有一站 衛星定位追蹤站 所以我們結合了內政部的資訊 這六個站共同組成 我們台北市的衛星定位基準網 那透過這個六個永久站的 衛星定位的資料的建置 以及我們在開發總隊這邊 建置了一個控制中心 未來使用者只要在外面 它透過高精度的衛星定位 一連結 然後連結到控制中心之後 我們就可以獲得高精度的 一個定位資訊 而這個高精度可以到多高 可以達到公分級 就是說我們如果土地測量 目前是要求的等級最高 都可以達到公分級的應用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衛星定位基準網的服務的話 也可以同意我們本市的 各項的一個測量成果 在展覽現場 地震局也會展示 台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 藉由基準網所提供的 高精準度測量成果 解決台北市各單位 測量不一致的問題 未來也可供各機關 民間結合各項服務 進行加值運用 奠定台北發展 智慧城市的基礎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前往整場參觀 記者問軍採訪報導 記者問軍採訪報導